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时间为早上起床之前到晚上睡前 方法 一手伸进袜筒 捏住袜根的部位 用另一只手把腿袜翻出来 把大部分袜筒翻过来斩顺 以便脚能轻松地伸进袜头 两手拇指撑在袜内侧 四指抓住袜身 把脚伸入袜内 两手拇指向外撑紧袜子 四指与拇指协调把袜子拉向怀部 并把袜根置于正确的位置 把袜子腿部循环往回翻并向上拉 穿好后将袜子贴身抚平 压力袜的清洗及保养 一 每周温水清洗 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 避免日光暴晒 二 每天洗澡时可以脱下 时间不超过30分钟 注意观察皮肤状况 三 勤剪指甲 预防脚后跟皮肤均裂 避免刮伤压力袜 踝蹦运动 双腿伸直 勾脚时吸气 踩脚时呼气 脚踝向左旋转五圈 再向右旋转五圈 此为一个完整动作 每日500个 可分10组 每组50个 直腿抬高运动 双腿平凡于床面 患之脚踝背伸 伸直腿 抬高离床面约15厘米 定住1分钟 每日200分钟 可分10组 每组20分钟 腹四吐肌收缩运动 双腿平凡于床面 用力收缩大腿肌肉 尽可能保持膝关节伸直位 坚持5秒 然后放松5秒 每日200次 可分10组 每组20次 深吸锻炼 上午练习 第一种 将软垫或枕头 放在膝关节下 使膝关节弯曲 30到40度 然后奔紧大腿肌肉 并伸直膝关节 使竹根抬离床面 坚持5秒 再缓慢方向 每天重复练习 10到20下 第二种 将软整垫于竹根下 或将沙带压在膝关节上 每日2次 每次20到30分钟 锻炼完后 请及时冰敷 以减轻疼痛与肿胀 深吸锻炼 下午练习 床上练习 平躺于床面 双手抱住 换之大腿 让小腿自然下垂 然后尽力回弯 每次3到5分钟 每天2次 座椅练习 坐于椅子前 二分之一处 酸臀贴于椅面 换之向内收 剑椅放在换之上方 用力向内收 以达极限 坚持3到5分钟 每日2次 间隔1小时 床边练习 将双臀贴于床面 将换之向内摆 再将剑椅贴于换之上 用力向内 以达极限 坚持3到5分钟 平衡及本体感觉训练 每天下地前练习 剑椅支撑于地面 换之抬起 尽量减少摇换 坚持1到2分钟 坐起训练 身体坐直在椅面上 再起身脏直 此为1组 每组3到5分钟 每天3组 低桥运动 平躺在床上 脚后跟 胳膊肘 及肩和头 贴于床面 吸气时 臀部和大腿抬起 呼气时 放下 1日3次 每次10到15下 温馨提示 每日平地行走 平均一小时 换之同见之 相同力度行走 上下楼梯 上楼梯时 见之先上 下楼梯时 换之先下 复诊时间为 出院后7天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请提前预约挂号 定期复诊 不是水诊 漱口味拆线者 每2到3天换药 离我医院远者 可就近医院换药 漱后7到14天拆线 拆线后5到7天 方可失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